改變現狀是一件令人好不安的事 而只有改變才可以給自己一個重新出發的機會 自從去過尼泊爾之後 旅行就已經不再只是旅行 而自我挑戰也上了隱 我決定將一切歸零 搬到一個一直不敢踏足的陌生城市之後 我的人生就開始發生重大的改變 想遇見更好的未來就要尋求突破 一個人走出去做自己未做過能力做不到的事 強比我鼓起勇氣獨自面對一切 我會一直堅持下去直到成功 Namaste,我是Mr.林青 到另一個地方獨自生活 各方面都要重新適應過 頭半年真的變了藥包 每個月都病 最嚴重的那個月試過一個月病四次 令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身體需要強壯些 於是搬到一個遠離人煙的地區之後 我開始每天早上7時去公園跑步 在公園跑步的時候 看到有很多人在跳舞 我安起了我心底裡 一直想學跳舞的慾望 加入了 我來接觸到一首很感觸的歌 有個衝動 用音樂、用舞蹈 來將這首歌做成一段影片去抒發表達 世事真是很奇妙的 無論是擔心的 還是很希望它發生的事 往往都會突然出現在眼前 結果有一天 真的被我遇到有舞蹈師做體驗班的推廣 它的價錢是很吸引的 99元20堂 一堂有45分鐘 那我就想 20堂一首歌 什麼都學得懂 就去試堂 勇敢嘗試踏出一步 才會知道自己的潛能在哪裡 最初我的目標只是Jazz 大概跳了兩堂左右 教練就問 你有沒有興趣學鋼管舞 我當時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跳鋼管舞 首先就是印象不是那麼正面 然後就是要穿這麼高的高跟鞋 真的不要搞我 再加上見過朋友跳到整腳都是魚赤 我就真的想都沒有想過 我去思想你才覺得不長久 互相折磨到擺頭 漸漸消失的溫柔 教練給了創辦人跳鋼管舞的影片 我看 創辦人是男人 看男人用鋼管舞 完全有一種很不同的感覺 你會重新發現 鋼管舞原來是 舞蹈加瑜加加體 再加健身 混在一起的一種舞蹈 所以請先煙 天啊 乘倒一由 舍著喉 那時候我就想,可以試一下怎樣去看一件事情 關鍵在於看那個人的心態是怎樣 一試就出事了,因為兩種舞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感覺 漢古舞就比較注重柔韌度,而Jazz就比較注重力量 一直以來我都很羨慕別人可以做到一字馬 那時候我就想,可不可以學了兩隻舞之後 把兩隻舞混合一起演繹呢 我就決定兩隻舞一起學了 為第一堂就可以開始跳舞了 原來頭幾堂都是做基本功的 好多時候我們看到別人輕易而舉做到的東西,以為很簡單 到自己真的下手下腳做的時候就發現 為何自己會手腳不協調和硬斑斑 然後,發展一個表演一堆看到一堆氣軟 很簡單,做一些熱身已經做到整身寒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足一个月就发现右边身体有很严重的骨落问题 很多很简单的拉伸动作我都没办法做到 特别是右脚如果真的想学好跳舞的话 我就必须要正视它 在表正的时候我曾经被警告过 你不可以再跳舞 就算你现在弄好 只要你再拉伸 你的腹骨就会再歪回 被逼暂停 当时停了三个星期休息 在这个休养期间 我也有做过资料搜集 以及咨询教练的意见 才知道原来跳舞都可以矫正骨落 就决心忍住和它试一试 一百个人会有一百种意见 最终决定的都是看自己的心到底想怎样 人生总是会遇到很多障碍 我们可以选择逃避 只是逃避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积极面对勇敢接受挑战 去完成自己定下来的目标 问题才会逐少逐少被解决 而如生才能过上好日子 音乐 Zither Harp Zither Harp